我的爸爸个头很高 而且长得很帅 他住北京的时候 院子里的邻居们都以为他是老外 我结婚的当天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婚礼的现场 有些人以为爸爸是我们起来的年轻 爸爸的一生于世无珍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非常的安静 也非常的爱干净 爸爸一生多半都是在山里放羊 小时候我就是爸爸放羊的小助理 他教我怎么了解我一只阳性 那时候我们家属三百多只羊 在爸爸的训练之下 我几乎了解名字阳性 而且给他们每一个都取了名字 他还教了我很厉害关于山里的天使 他还教了我很厉害关于山里的天使 他就知道会几点了 而且那个云彩在什么地方 什么颜色 他就知道会不会下雨 我的家乡藏王叫华瑞 意思是英雄诞生的地方 这个古老的藏族部落 是唐朝时藏王孙三干部 留下来的后应 过着伴隆伴母的生活 有自己古老的藏鱼 还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和特别的服装 解放后 爸爸妈妈搬到这个一棍 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里 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自然 这个小山村里的人 到现在 他都过着一个 大家共种合作 共存的生活方式 比如大家一起去劳动 一起去备柴 一起种田 大家一起参加各种各物的活动 比如鸡山啊 球鱼啊 还有大家一起背筋 等等这种各式各样的服饰 活动 比如有人家里要盖新房 全村的人都会跑来帮忙 这个小山村 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大家都不想帮忙 不想照顾 所以根本没有一种恐惧 和孤独的感觉 其实爸爸不只是一位牧羊人 他也是当地最受尊重的长者 解放之前 我爸爸的家族是做百货贸易 和经营牧业的 爷爷经营商业 奶奶经营牧业 在四路的交通腰道上 有商贸易战 附近的扎西修龙 有很大的牧场 奶奶是当地很有名的 薰牧业高手 他年轻的时候 是我们当地之公司的管家 他特别照顾周围的聪明 大家总是说 爸爸的福德圆满 他有两个儿子 四个女儿 有十五个孙子 五个纯孙 虽然爸爸福德圆满 但是他对世界 运营的这些都不执着 因为爸爸是 一位非常特别的修行人 虽然爸爸嘴里不讲述佛法 但是他总是活在 禅修一样的状态里面 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了 他从来都不会生气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像是淡淡的一场梦 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任何一个吵闹的场合里面 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坐着 但是他仅仍知道 每个人在想什么 我一直觉得我的爸爸 是一个决心的我 小时候 当我在雪地里 和雨地里放羊的时候 感受到爸爸妈妈 非常的辛苦 我时常想 等我长大后 要把家乡 变成现代化的牧场 这样我的爸爸妈妈 和山村的人们 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但是又没有念完 我就和朋友和姐夫 在西藏创立了一家企业 想用经济的方式 帮助全藏族 后来我们把七爷的总部 搬到了北京 我们就把父母也接出了山村 到了兰州姐姐家里 之后 我又把父母接回了北京 和我一起住 几年之后 爸爸妈妈 还是希望回到家乡住 我就瞒了爸爸妈妈的心愿 又把他们送回了家乡 爸爸每天 继续去他喜欢的山 他年纪大了 也没力气放羊 但是他还是每天 静静地坐在山上 这个地方也就是 老人们很喜欢在这个山上来 就休闲吧 坐在这个地方聊天 吃吃东西 最主要他们听这个鸟叫声 他们坐在这个地方 总是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这很舒服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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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每天也去家门口山头上的度母佛殿转经 这个度母佛殿和转经台 是我妈妈要我恢复的 我记得几年前 我的妈妈站在大门口 望着佛塔告诉我说 这个佛塔在历史上是非常灵验的 他毁了以后 从这里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大家又生病 庄稼又不好 如果这个佛塔修好了就好 我当时就承诺了妈妈的心愿 答应修佛塔 当我开始修的时候 全村的人都跑来帮忙 在妈妈的带领之下 聪明们坐了十万宗叉叉佛像 我们请了当地的慈臣拉玛来主持修建 武汉请教了我的上师 塞藏仁波去做指导 上师为这个佛殿 还亲自定做了绿度母的佛像 所以这个佛殿就叫度母十万佛殿 现在是做各种法会 这个度母十万佛殿 现在是做各种法会 和聪明们每天取作烟供 火供和齐勤的圣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Fu ballet wurde我们到了学校生的专家 我能够一个人啊 我了得你 我现在呢 我的妈妈三年前过世了 去年 今年 我都會去家鄉看王巴巴 我也帶一些朋友去家鄉 在上面 這裡 他這兒是我的兒子 他走 爸爸是八十歲的 爸爸是八十歲現在 突然這個年來有疾病 不太清楚 以前他很清楚 因為媽媽死了一年前 他很悲傷 否則他從來沒有病 他突然變得更長 他說我八十歲 他說他腿不好 幹白不肯住了 你也想要你的孩子 你的小孩也很好 他很認知 他很認知 因為他在煮的 爸爸這個 吃飯很大 他在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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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 我們等下 喝奶茶吧 爸爸家通家 我們通 你也吃這頓嗎 對 我們去你通話吧 對 我們都等了 我們先喝酒 你吃了嗎 吃了 吃了 你先吃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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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到 Di awake 哇 Gat 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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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走了,爸爸显得老多了 尤其是今年,我感觉他这样一个人活着显得无聊了 一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的妈妈来领我的爸爸走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就带着我的二哥从北京去看望爸爸 我和爸爸每天热碗佛塔休息的时候 他还一一地告诉我全从每户人家里发生的故事 因为爸爸有高血压和老血栓的后遗症 所以记忆力下降,行动也迟缓多了 我担心爸爸被要突然瘫痪了 离开家乡前 我们把爸爸送进了医院继续检查治疗 但是爸爸置住了十天,就坚持要求要出院了 爸爸出院一个礼拜之后 我在台北 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 爸爸已经不醒了 当我们赶到家里 看到爸爸已经倒在炕上了 我知道爸爸这次再也不能起来了 家里人和乡村的人每天来度母殿 为爸爸祈福 各种都不得了 地上神征书 of Maintenant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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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人的民主 大家来多么殿的山顶上 与爸爸挂天马戚 希望消除爸爸的障碍 全家人都开始安排 和准备爸爸的后事 爸爸依然认得出 所有来看望他的人 还能叫得出名字来 但是连续几天不吃东西 身体已经渐渐变弱了 我就想着 我最主要是 爸爸没有的那段时间 年轻好像后来 但是他现在什么时候 也说不清楚 我给上师三层人不见 电话报告了爸爸的情况 上师说 爸爸大概还有十天的生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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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着 在局局组合还十天有了 就是 局局组合 十天有了 但是 您已经上局组合 啊 十天 十天八天 现在说那个 这么个情况 所以说 明月六号的五个小时就不留 为什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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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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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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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 我还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就先打算 回北京一两天再赶回来 那临走的时候 我和父亲告别的刹那间 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这一整天我整天都陪着爸爸 爸爸的这个左腿和左手 就已经不能动了 他的右腿可以动 而右手的力气非常的大 他右手就紧紧地握着我的右手 我想起小时候 爸爸每天给我穿衣服 还给我变漂亮的小辫子 那现在他像一个苍老脸的小儿一样 往我的怀里面靠 我左手轻轻地搂着爸爸的头 我就一直不停地唱寸佛经 摇篮去给爸爸听 那我也惊艳到小时候 不睡在爸爸的怀里 此刻呢爸爸又像一个孩子一样 躲在我的怀里 我温暖的这种能量就不断地运出来 我一直照顾爸爸 同时我一惊艳到这种温柔的力量是那么样的强大 慢慢地爸爸整个人都安静下来 放松下来 紧握着我的这个手又就松开了 接着呢他就安详地睡着了 大概我的二哥帮他剃了头 也整理了他漂亮的这个白胡子 那大概到了六点半 爸爸就这样悄悄地走了 爸爸走得这么样的快 这么样的安静 突然我才明白 今天我没有走 是爸爸留下来过 我自然就开始给他准备 帮助他上位的下一步吧 我马上就把十克十粒 珍过的这个十粒子 放在爸爸嘴里 在爸爸身边马上布置一个佛堂的谈诚 也马上接通了这个手机 给忍不去 在爸爸的耳边为他念诵渡望经 那我们全家就开始忙着准备 爸爸第二天的待课 半夜里面呢 全村的人和比较近的亲戚们 就全部到了 借着寺院里的辣麻们 也就赶到了现场开始送经了 我们这里是安多藏族 华瑞地区的土藏仪式 从爸爸往生之后 五到八个小时是不可以碰他的身体 除了辣麻们孙境以外 家里的亲人们要远离 尤其是绝对不可以在爸爸的面前哭泣 五到八个小时之后呢 用白香树枝泡成的干净水 要清洗爸爸的身体 洗到洒尽的作用 通常是 爸爸的儿子 和他的外甥 和女婿 帮他清洗 洗干净之后 穿上全新的重棉的衣服 裤子 绑成东式的样子 再装进新的摆布袋子里面 再放进像佛堂一样的一个棺材里面 棺材在家里要防三天 这个三天之内 孝子们 不分周月的要在爸爸的灵堂面前守灵 灵堂面前 限量的吃的 喝的 还有酒 还有点了灯 点了香 葱子里的人们和亲戚们 来为爸爸烧纸 也给爸爸磕头 孝子们也陪着磕头 和手指 拉玛就不停地念经 不停地修法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拉玛们带领 全部的人们 在爸爸的灵堂面前 唱颂佛经 唱颂六子真言 而且他们也带不来 请了多感谢 让我们带领 例如 让我们的灵堂 做不心 把灵堂 得到我 我的灵堂 我 所以全聪的人 大家都说 你的爸爸的福报真好 到处都显现 吉祥圆满的征兆 所以爸爸的走 没有带给大家哀伤的感觉 反而在一种 非常的平常 非常的自然里面 大家都跑来 甚至有一种庆祝的感觉里面 第三天的早上 在月亮底下 爸爸的轿子起了 要送到山里 和妈妈葬在一起 辣妈妈带领大家 唱顺六字真言 和爸爸上山的 全是家里的哥哥 亲戚和相送的男人 姑娘们和所有的女人们 都要留在家里 所有留下来的孝子们 全部要跪在大门口 和爸爸告别 当男人们 爱好爸爸回来的时候 全部的小子们 也要跪在家门口 感谢所有帮助 埋葬爸爸的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出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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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